大家好,讲完钟南山,也要讲讲我们的金东岩 这个听名字也是过来来的学者,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 看维基介绍等等,他相当好的学历,相当正硬的专家 最重要的是,我很相信一件事 我不管你是经济专家,法律专家,什么东西 你说一件事,要别人相信,不是数据权威 不是一堆科学名词,一堆数字,而是常识 美国对一个最重要的哲学家潘欣,他说常识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讲过很多,迪卡尔浪叔说的只是几句 不要说一句,可思顾我才,一个哲学概念已经来了 老子Bewater,当然有很多东西 但他最精彩的东西可能是一两句 而这些东西是你明白的 专家应该是,如果你的常识丰富,而你有留意所有资料 然后你印证,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专家找到你认识 包括刚才说的那个钟南山 直播说的钟南山也是找到认识的 其实他是政治,政治化了专家 那就不算是专家了 他为了用专家的名字去推一些政策的东西 所以这些是不值得大家尊敬的 这些专家 当他突然做了消弱园,做了政客之后 这些专家就很惨也行 但我们要留意真正的专家 其实除了能够将很复杂的东西 很常识的讲解之外 还有一个特性是他的心 就是他对他的知识尊重负责 不是让他的知识拿来赚钱 赚商机、赚好工、烧药 不是,他的专业知识是贡献 就是有那句说那句 虽然我们不喜欢李文亮支持港警 但是他当时 现在都是历史是公道 那些人都去悼念他 李文亮死了 因为他作为一个专家、医生 看到他的问题提出他的警告 有那句说那句 政治不正确被人打压 一定的 那为什么金东眼没有被人打压 其实他一定被人打压了 他突然说这么正常的东西 也是政治上要求他出来说 但是他说之外 他又说真话 这个我就最欣赏这些态度了 就是没得说,说不到 我说不出声,算了 我不会推波助蓝 我不会做叶萧油园一份 我不会说违背良心的东西 就算有些政策强硬 自己觉得有争议也好 包括老人打针 我也有技巧说 说个事实给你听 我只是要求这么多 也不是要求每个人出来 像我这样 公民抗命式 专对着干 不对的东西 不是每个人有这个心力 也不是有客观条件 但是最少你不要 鸡蛋于高墙 你站在高墙那边 还扮大人大义 我最悲观就是看到这些东西 是吧 这不是袁国勇的 拿了100万奖金 你没想过那些奖金都是普通人的钱 不是说远了 说远了 是吧 你没理由是这样 一做了 中南山做了专家 又开公司 又带货 计划新闻交 这些是很欲酸的东西 你说不是 我都是顺便利益一下你 我都好东西介绍给你 萧山就是这样想 但是整整一下 马克思讲一个人 有时候他的初心没问题 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会异化 异化了 异化了 他变成了另一样东西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很正义 是吧 民主派的人也是这样 最初是欠民主很熟 后来就变成了入钱 这些人多得狠 这些人我看到 你的初心 没所谓 是小事 开头可能是小事 整整一下就变成了 钱是大事 原来目标变成了世事 所以不要给名利污染 希望金东眼继续讲他的真话 他讲了一个很 其实我看到人是有良心 在这个时候讲些很不合听的 大不谓的话 他说 估计内地疫情出现海啸式爆发的机会较高 是的 他不是六教育 这个他说了不跟你的 这条路杂已经说了 中南山那些没街 就跟着阿杂那条路线去说话 突然间忽然正义 几两三年都不说 突然间出来说 是吧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金东眼看见这个问题不小 他提出警告 这件事对香港也好 是不是 你知道内地的东西突然间又收 香港的那样 李家超那样 你收了我又收了 所以说开完又收拾完又开 里面是变的 里面一定变的 另外他放得慢一点 是不是 你这么久都熬了 是吧 香港是可以轻松一点 是不是 但是香港就不肯是自己判断的 香港这些混蛋就跟着大陆 跟着老板的意愿 讨好老板 出发点 是有五家铲 所以不骂不行 这些 都看到的 你说我冤枉你吗 你说我不公道吗 那大家评一下 自己估计一下 我们是香港人 香港人是最世界仔 我不明白 是吧 我在说香港人要一般扣除 李家超 不过做了那个位置 都是世界仔逼上去的 你当然要顾住 顾住 老板的 心意的 是这样的 所以总是 总是在后面 在大陆的后面 那你怎么能够说 你不是 你不是小子 是什么 我看看金钟恒他说什么 他说 他说内地新十条 进了一个优化防御导师 他就会估计出海啸式爆发 他没有说多少 死了多少人 他不说这些 我跟你说 香港就750万人 死了8000人 是吧 很简单来说 你承一承他 人口大陆14亿 是吧 正常 用二月的标准 当然现在是轻了 但是你知道 里面真的不知道 永远不知道 是吧 我们当然不会一样简单 但是我说一个上限一个下限 就是100到200万 死人 正常186倍人口 他就应该变成148万8千人 死了 如果以750万人死了8千人 148万人 15万人 正常 就是这样 如果做得好 就按下他到100万 甚至乎几十万 是吧 是吧 那 金东岸就一个警告 并不特别 在他来说 我专家看到这件事 我说出来 已经很难了 现在说真话很难 香港也很难 香港人都不喜欢说真话 走掉那些凶事 你看他 他也是就着来说 就着YouTube 就着香港政府 或者想着明天回来香港 所以他也是就着就着的 太不令人高兴了 这些情况 所以看到金东岸就这么说 我先支持他 一定支持他 不可能像香港一样 在两个月控制疫情 这些是良心说话 不要当香港是你的版 可能你做得更好 你应该做得更好 因为我已经有先例看得到 因为控制不了 为什么控制不了 我看他的十条 他有遇到香港的情况 所以他不像香港的暗黄狗 是! 勇了抢剑 插剑 插剑是有些罪恶的 故意逼爆他 勇了去医院 叫人去交叉感染 死到到处去 整个人都已经是屎叠屎的情况 这些应该是客观追究的 但是你找谁去追究 如果你找金东岸去做这个调查报告 我就相信他 因为他现在很不懂得做 说这些东西 香港政府也不适合 大陆政府也不适合 但是他说了 即是 内地是有官媒引述港大专家的 前几天是星期一 今天是星期五 近日陆续放风了很多项目 官媒每日经济新闻 星期一又是报道 引述香港大学生物医学院教授 这些东西 我们将新工病毒对待 贵战性流感 这样处理 其实也是可以的 当然是选择性的 证明他得到他的说法 我们都没有听过 不知道香港打压了还是怎样 但是他曾经 数日前说过这些东西 我没有留意 我们把他当流感也是可以的 这就对了 一直符合我们的常识 香港不报道 香港只听过六个专家 但是反过来 今天 金东眼就说一些实际的东西 这是对国家负责的人 这个人应该大家尊敬 金不金字经这些都是纳纳杀 人以我罢了 但是这个人以后大家应该留意 因为他是很实际 说出一些很清楚的东西 那就是预料 他说香港 他现在又说香港了 金东眼就是香港 他说预料本地的疫情是轻微升的 总体刑算平稳的 很多市民经过自然免疫和接种 达至混合免疫效果 与医療程不会一直升温 升到慢小时 好像昨天跌回 昨天跌回 疫情或者轻微影响公园系统 建议用应对流感 或者其他传染病的方式 处理股 新冠病患 安排入院的人住普通病火 可以不入院就是不入院 早就应该做这些指示 让私家医生 帮新冠病人诊证 不要全部叫人去医院 这些就是指出 习婆那时候靠害 谁人都叫他去 破予急着失忆 在外面施叠尸 十几度天 露天等医 而死了 害死了老爷 这些不追究责任 医生医生 你说他说的那样东西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 是香港那群陷家产专家 不肯的 不肯说这些东西 都叫你打针 即是接触者 连在两块则叠尸 就可以隔离缩短到五天 这个是 在这节目说 安排微调而已 没什么大转变 侄旧、阿超 多愚 他大部分患者第五天、第六天 所以说 连钟南山那些 那些侄 大约五、六天才阳性 一、一、一、超明五天 四、五天而已 预料少数人 较少人符合第四、第五天 连谷、连气功 超级好事 外避 这样搞 突然放宽 海哨式爆发的机会较高 金东眼说不贊成 不贊成 内地在准备不足下 突然在东西放宽 防疫做事 估计内地疫情出现海哨式 也不会像香港那样 两个月撞制到疫情了 好了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他认为内地最清楚 最重要的就是说清楚你的防疫目标 例如你预防重症和死亡 保护医院和长者是最高目标 当日有个姓梁的专家 三月时来过香港 他也是大约说的 你控制好重症 保护到重病的人 有得医护就最对了 当然已经死了 我记得就是这样 正是梁的专家 他是实际的 说话 内地的专家都实际 香港的专家就没有说 没有说一句实际的 全部是消费员 打针打针打针 没有说这些实质的东西给你听 内地报应放宽 香港值得参考 包括减少核酸怎么差 举例 海外人士和本地员工同时去接受核酸 没有什么意思 他特意指出 连续三天快测 结果可能给指引做一次核酸检测更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那你做什么呢 那些核酸 连续三天做快测 都没事就当没事 去到中心核酸检测交叉感染 是吧 高危人士走一堆 不高危都变高危 不如自己测 这个我第一次听到 是吧 好了 至于别人问到他 安心找人我就要关心 老爷爷怎样 疫苗拖人症要求 他有好技巧 金刀眼表只可以照读 如果措施已经无助鼓励长者接种 是吧 是不接就不接的 那可以考虑变招 怎样变呢 怎样变得好都不是强迫 不是丢去荒岛嘛 消毒员那些 变招他就不说了 有他咯 变招就是不需要了 因为其实现在所有人都说 什么时候取消安心出 疫苗突然症 他也强调 全港还有11万名 84以上的症状 从未接触 是最大的隐忧 是这一句给你面子 说回主流的论述 其实那11万名这么少 就是10% 我说你呢 这班人最安全 因为他一定是间接接触过 而他一定是自然的 按照好 没事那些就没事 有事那些有事 是吧 这是定数来的 有事那些终归也是有事 因为你根本就防不了 是吧 而比例本来就是这样 依然维持住 即是10个里面死10个 有一个是没有打针的 因为有一个 即是十分一人是没有打针的 是吧 来来去都是这样的比例 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那你就不需要再 但他也不否定 因为里面是重要的 里面要多打一些针是重要的 好了 我赞赏这个金钟 赞赏完了 只能够说 如果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科学家 那我们对科学以后也有点信心 好 这一段说完了 独立又再播出了 多谢大家